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见会的强强对决 观战方是钓鱼岛,最佳方是屈服孔妙 那鱼岛这边上的是一个大床魔王的女儿国标 开了一把封阵,最佳方上的是一个盘司武装宙师家魔王 开了一把阴阵,也是被观战方封阵来了一首大课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谁能拿下 那对面也玩的是现在比较主流的阵容吧 观战方这个国标的话 就这两个月的将会而言 魔王确实是在很大程度的取代了神魔灵的位置 包括这个国标的剑杀 很多团队也都是选择使用魔王 黄杰之蟹,抓一下速度 让女儿村把这个移速先稳住 意味度将再来 对战方的主要思路呢 肯定就是 找尸体 压尸体 就守住这个尸体 然后去慢慢消耗 金箍咒一挂,一点到去耗血量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空分路的问题 而观战方这边就是带节奏嘛 国标打的就是一个节奏能力 现在鱼岛打正规赛 现在也不带这个大堂 总感觉现在物理系是真的没有地位 没有地位了 不知道该往哪放 你说 咱们之前也看过那种四宝一三嫂大堂 打两个小时的比赛都分不出个胜货 这三嫂大堂早就成型了 但他没有清场能力 没有去打赢这场比赛的能力 我记得以前三嫂大堂的后期能力是超强的 现在一般般了 一月份的武神坛 雪山 紫荆城 生日快乐 也都玩过三嫂大堂 都打到最后等到系统判了 早早的十一层建议也得打到系统判 实在是没得搞 一把金青 关大堂小堂先点后排咒诗 咱们看一下这个魔王 单秒点还是群秒点 大堂的伤害应该问题不大 主要还是看魔王这个点 看这个样子 队长方也要反压 关大堂大堂官府了 九百八开刀 真的是拿关大堂大堂 去开刀了 三妹真火 选择了一手 单秒六千五 直接送走 琴三叠 关大堂大堂估计也没了 连出甲 没有死 前排有善恶 大堂还得死 关大堂不小手势 人家有小手 难得是对战方 在没有意思做的情况下 怎么把关大堂大堂的尸体守住 王亮追魂给大堂先加上 风云变色 两千一千九 闪爆 恶爆 神用 拉起大堂 以刚才大堂展现出来的那个伤害 我感觉大堂还是应该飘一飘满天 因为后续还要去点对面的 磐斯武装化身色 这三个点的话 以刚才那个伤害 肯定会打得比宙师婆 打到宙师婆的身上会更低 反正大堂飘漫天也比较的容易 因为大堂他亲宝宝的手段 就是平 稍大着手的就把漫天给飘了 也不耽误什么事 火火吃杯 拉起大堂 解掉金鸟 哎 平 没出漫天 警户招来了 秘传 没有无穷那 但飞了个宝宝也不错 又能牵制一下 官家房打 官家房还是不好点 岁月 强控化身色 哎 又要点 咒斯 封地府 没封咒 黄泉之息 选择的抓速度 那这样的话 双方好像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吃一把金鸞 很舒服 警户招全部解掉 哎 双方还真的啊 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那如果玩消耗的话 肯定是遇到这边会更着急 那逼近国标阵 没法点 哎呦 点了呀 对面两个缝隙都能动的时候 官家房选择了一把点杀 化身自由 金鸞 没毛病 直接上 以前开刀 以前切 切枝了 三枚真火 又是三枚真火 五千亿 不过对战方是卡了一个大惊的 刚才化身自由 给活了一口 但咒斯 依旧是倒地 不会吧 这么早就想逆境 真的是想逆境啊 逆境 放出来 可以提前拉起自己的咒势 那官大方这边 地图也是把延长给扔出去的 对面这么一个操作的话 不是很赚 但也绝对不亏 他对面小伙也很大的 两个五龙 但还有一个逆境宝宝的 官大方这边是点了一把 然后又扔了一手零元 这是官大方这边的一个消耗 因为点杀的消耗也挺大 可不是说你想点就能点 也是有一定的消耗 OK 4500 女儿有落花 出个地亭吧 实在打不开局面 只能是通过地亭做牵制 去点啥 可能更稳一些 你把三票飘中两个 这波雪转 下一回合 关家风可以点了呀 这回合飘中两个 下回合包能点 关家风这边 也是继续拉起一把速度圈 这女儿村的一座 还不太稳呢 起风 你看对家风 被飘中两个 还有缺两个宝宝 关家风又起风了 这不就是一个完美的 点啥机会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好美 一旦起风以后 他们反而不点了 又移速了 女儿直接偷酒 队长方武装观世 直接当前把 关家风女儿村 这把酒给削 哎哟 直接就把 这把笑给 哎呦 这个酒难受了呀 三千五 两千五 那关家风这 警惑咒还解不掉 这就整得有点尴尬了 对面武装 有一所 继续选择 笑了一下 关家风的 魔王 水清宝大唐 这是想点啥吗 再笑一下大唐 是一点 机会也不给啊 那水清宝大唐了以后 关家风选择 独立口 选择独立口 大唐是 破血的 魔王是 群秒的 不是 那你水清大唐的意义在哪里 你又不点杀 那你还不如水清一下自己呢 对吧 首先女儿村也有警告之后 最主要的是 她脚底下 还有一个醉酒 颠捂的状态 有这么一个状态 你是不能使用法术的 你不能用技能啊 你还不如水清一下自己 毕竟你是 现在也没医术了 比较尴尬 那毕竟你是全 关家风最高速的一个风系啊 现在又有医术了啊 你说你一个医术 你不能用技能 那怎么控制对面啊 真的还不如水清一下自己呢 相思韩真 打给武装 降低一下武装怪的命中率啊 这些乾坤 套一下魔王 小藏直接点 163 163 没有 我没打死 这回是163 小四海来一个 锤死 有灵源 关家风这边也可以延长 队长方换出地厅 打到现在啊 关家风稍微把握了一些节奏 你说有优势吗 算不上 只能说稍微把局势给稳住了 再打一针给盘斯 完全 不给对面加战笛的机会 人家华生寺带了战笛 那华生寺有没有带尺子呀 那华 主要华生寺这个点啊 这个灵源他不好带 你总感觉他三个 有三个臂带 你看 战笛 尺子 还有他的那个进行缠珠 门派的领宝 你说这三个东西 不好选择 看一下他带的啥吧 带的战笛和珠子 没有带尺子 罗汉继续干 很想管带王的下一个目标 能处理谁 管一令 防一手 对面压他逃 发生是 顺利活出这口血 封住五点 下回合观察王可以点 顶着罗汉也无所谓 可以点 不然再熬一会儿 等人家魔王站起来 双方不又回到以前了吗 又回去了 小丑 点了 顶着罗汉也点 看那句话 他机会不好找 不然王长山 还偷摸出了个杀人猎皮 这就是机会 对面也猜到了 直接砸一下 没砸死 直接空切 还用什么杀人猎皮 看一下这个猎皮 能劈到谁脑袋上吧 看一下谁运气不好 劈到了个宝宝 那还行 被孤死一个宝宝女儿一把金青放出来 这回合合大堂休息 观察王这边还是不能点 潘斯一火火 直接满血了 也算是把潘斯的愤怒 不给他亲一亲吗 没关系 没关系 见不得 没关系 可不得 让其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计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面魔王要站起来了 这两方现在是严重缺宝宝 守住魔王的尸体 来一手212打吧 控装 小耸 点盘斯 有盾 咱们看一下 能不能点死 满血盘斯 1500开刀 3300 三倍增火单抽 5700直接带走 这单秒不必什么差 有王两追魂 但是没有飘出过漫天了 大桃马上就有3.0元的巨剑了 有的这么一个巨剑以后 给对面的威胁力 那就更大 这就会和观察房点的有点小脸贯了啊 再把对面魔王给弄死了 1оны 2 3 4 2 4 2 2 巨剑 现在漫天也飘出来一把 3.0元的巨剑可以搞 最好是化身子 化身子一旦倒地 比赛就结束了 冠狼王可以出沙利皮 可以出地厅做一个 那叫啥的 幸福二选一 地厅和沙利皮之间做一个选择 地厅 一把精进 解掉紧箍咒 两个 直接玩地厅秀 是不是 嗯 被随机拍到一个 对战方式按着随机打 他选择的是随机进攻 或者是点着关键方三后卫 来进攻看三后卫换宝宝了以后 两个宝宝也就失去了目标 小死亡直接刚化成色了 魔镜加起 看一下是用巨剑还是直接扫过去啊 直接用巨剑 干净利索 九千九 魔王随便秒一秒 花生也就没了 关照弯箱 往下一根 刮也把花生丝给刮死了 还是个弓的 你还是个弓的 那打到现在 屈服那边是直接走远了 没了 这国标他节奏就这样 一旦让他节奏起来了 比赛打得就快 再换一个地霆 哎呦 孩子 好了 宝宝再被清飞一个 两个 换出来 好了 好了 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谢谢 小脸 烟不掉 尽力了 关照方法神色 也是选择去带着一个战笛啊 战笛夹珠子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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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